当我们希望读入资料的时候 我是要一次读入一张工作表 还是一次读入一个档案里面的六张工作表 还是所有的档案一并把它读入进来 当然就是一并把它全部读进来 对不对 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 好 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请你们学会 打开Power BI 而且把范例档案整个读进来 因为这个内容会有点长 所以我先快速的示范一遍 首先我们当然要先打开Power BI 快速点两下Power BI Power BI它会跳出这个视窗 因为第一次讲 我就直接先快速的做完 你只要方便你记 然后接下来我要取得范例 所以就点选取得资料 点了取得资料 点上面这个图示之后 接下来请选档案 档案里面有资料夹 连接 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你记得就是看那个 你绝对不看灰色 你就看那个就是暗的颜色 然后接下来它都会有颜色的指导 好连接 接下来浏览我就要去找到 我刚刚是放在本机下载的这个 这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 确定 确定 就是你透过浏览去找到 接下来它就呈现说 哇 这边有好多个档案 然后请选 黄色 你有看到黄色 而不是其他白色 好 黄色的 合并并展入 那我的第一个档案 要以谁为基准 我要以 不是第一个档案 是 是这一个 110年的第一个 4950这一页 110年 这一个 4950 可以就可以看到 有title 总平均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园市 台中 台南 高雄 宜兰 一只类推 可以吗 然后确定 这样子 你稍微等 它就把好多好多个档案 全部都合并在一起 然后关闭 这边如果你看到 那个只有一点点的错误就算了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些 是空直或者是文字的类别 然后它又改成数字 然后点选 关闭 这样子我们就做好了 记得住吗 就是请你们 适着先去 把范例 整个资料脚 拷进来